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這個星期六 《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第36集 講的是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 世思北伐的勢如破竹 先攻陷漢口漢洋 在武昌 然後湖北局勢控制了 然後殺到江西 在江西的南昌 他希望國民黨的政權 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 可以召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 全體會議 去開軍事線後會議 看看整個中國的形勢 國民黨如何繼續發展和掌握 但是國民黨的左派 在第三國際的代表 暴羅亭的操控之下 就因武漢建立左派政權 就是國民黨的左派 就和南昌的蔣介石 所領導的國民黨分庭狂禮 星期六十時 記得收看《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 第36集 你開始覺得是國民黨的 意思是國民黨 你既然想說國民黨 都談到國民黨 你不明白 因為每家都會這樣 你不明白 這是國民黨的 最終的 從中所在的是國民黨 憶吻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第三節 我建議那些 他會繼續從事社會運動的朋友 真的要參考這份 中審法院有關公民廣場三次 上訴案裁決的本詞 大家應該仔細去看 我只是舉出兩件事 當然有些人認為 這個就是兩邊各打五十大辦 有上訴庭 但又肯定他那個判刑新指引 又放了三條年輕人 兩邊各打五十大辦 但他的考慮 其實中審法院講得很清楚 這個上訴庭對刑期覆核 接納政府的容期覆核 他認為原審法官的判決已經足夠了 所以這就否決了上訴庭 對他這三個人的判決 但用一段很長的文字 去講上訴庭這個指引 新的指引 我看到這個是值得大家提高警告 當然啦 公民抗命 你預算去坐牢的 那就沒所謂了 是吧 但是又不是這樣說的 你在法律的基礎上 你都要爭取一個公義 你不是說我做得了就坐牢 那你是不應該坐牢的 就算法律上都可以是 是吧 可能是社會服務令 可能是發錢的 是吧 要看你當時的動機 是吧 還有有沒有傷害到其他人 還有很多因素的 還有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這些將會從事社運的那些 或者會繼續的 真是很仔細去看一下這份判詞 這個也都不只是你去從事社運的問題 牽涉到整個香港的 那個 即是香港人的那個 集會揭捨的自由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當政府 當政府會越多這些 所謂盜行逆施的時候 那個抗議聲音 越來越多 你不是在哪裡說 對此不說 立法會不說 全世界都是說 你當然是街頭的 大佬 一街頭就是非法集結 一街頭就是非法集結 記住 一非法集結 就可以即時坐牢 但是不應該即時坐牢 不應該是半 就是 你看過去的案例就知道 為什麼有時候法庭會考慮這些事情 就是 你那個動機純正的 或者一件事就是很混亂的政府 是嗎 在很多國家都會有這種情況 法庭基本上就會幫那些抗爭者 是嗎 因為他會改變這個社會秩序 希望 法庭也會有這種動機 是嗎 是嗎 那你現在 就是 越收越緊 其實是 去到尾就是 還有 我們會對法庭是越來不相信 那理由很簡單的 你這個基本法 第104條人 但是釋法之後 你對那個法院 構成那個約制 去到什麼地步 他完全的法院 就已經等於是 手腳都被你綁了 他們這樣宣誓 然後有個104條 那個釋法 很細緻 具細無謂 打個黑刺 你都是 不莊嚴 你都不莊嚴 都DQ得你的 去到 我當然誇張一點 是去到這個地步的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看 選舉主任 用他的行政 作為一個技術官僚 一個AO的身份 他可以有讀心術的能力 如果我覺得你不是真心誠意 用胡基本法 那我就DQ你的了 那你說什麼法律 去到法院 法院哪有呢 就有一個104條基本法 經過你解釋了之後 是這樣的 以前法院 對基本法 104條的理解 和你的人大常委會 那個釋法 是完全藍言不切的 那他就可以做什麼 法律位階 就是你高過他 那他可以做什麼 你其他的 現在這些所謂政治性的 那些審判 越來越多的話 法院現在就變成這樣 進退兩難 於是你的法院 那個公信力就沒有了 那個看得到的 所謂justice 就沒有了 現在 當然你擁有權力的人 一定會強調 國家安全 社會秩序 那些 那些大了 你不用爭 那些 但是我們不反對 你說那些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不只是說那些 還要說共產黨 一言九鼎 說親港獨也死 港獨又死 自決又死 是吧 自主都死 是吧 我們自己都叫過這些 出張郵票十周年 是吧 民生起義 他就不讓你出了 郵政局 是吧 郵政處處在立法 讓我鬥口鬥面罵他 他就說這件事 不出聲 我們依足法例 我民生起義 犯什麼法例 你告訴我四個字 即是我們的台號 是吧 即是這裏又來 那裏又來 你都未知死 還睡在夢中 你香港人 現在這些反對派 又喜歡鬼打鬼 保住自己的位 是第一 現在什麼大 都不夠 然後三月十一號 那個選舉大 是吧 但其實 香港人自己 如果細心一點 想一下 如果你有足夠的資訊 去判斷 香港基本上是很危險 遲早殺到你的身 是吧 譬如你對 今天學校庭 課你有意見 那怎麼辦 是吧 他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你譬如對現在 現在還有些人說 疫苗沒用的 打到這樣 整個社會 信息很混亂 你可以做什麼 你什麼都做不到 不是只是政治 我們不會擔心 那些建制派 或者這些 香港有很多 這些外圍組織 天天在 叫囂 包括周庸 那些契弟 什麼香港支報 港人講地 我覺得 是一個自由社會 多元化聲音 這個很正常 他都應該有這些人 在那裡救押 無所謂 但是你整個反對派陣營 是不是 你沒有辦法 給到香港人有個希望 還有你沒有道德勇氣 是不是 連個反對派陣營 都是這樣 那你怎麼可以怪香港人 是港豬呢 是不是 連個反對派陣營 都被人覺得 你是為利是事 你是很重視權位的 那大家 是吧 那些其他香港人 顧著炒股票 是吧 看到股市倒塌 如喪考比 是吧 那你笑人做什麼 是吧 去到最後 個個就是獨善其身 求自保的時候 那這個社會 哪會有進步 這個社會 怎麼會不亂 老實說 是吧 不是單是我們說 社會就會亂 老實說 一個專權政府 他當然是無所不用其極 老實說 是吧 他是無所不用其極地 鞏固權力 這是必然的 老實說 但是你必須有制衡的力量 包括傳媒和反對派 不是吧 老實說 所以當年 當這個陳獨秀 晚年的時候 他覺醒的時候 你看他寫的文章 到最後 他就承認 共產主義也行不通 到最後 他就認為 民主就是要有反對的自由 就不是你說的 為反對而反對 是吧 你那些反對派 是吧 為反對而反 到了今時今日 是吧 那個資訊這麼流通的時代 在香港都仍然有這些民建聯工聯會 是吧 是吧 即是說回 七八十年前那些 所謂當權者說的那些說話 你看毛澤東在四十年代說什麼 是吧 多黨政治 OK 叫國民黨還政於民 結束一黨專政 是吧 人民是第一的 沒有選舉的政黨 就不是政黨 就這樣啊 大哥 對吧 其實 所有 有權 或者有影響力的人 其實都應該自我反省 不如現在我們下一代遭受到這些打壓 你以為對社會未來發展有好處嗎 你林鄭月娥都快六十了 你現在有權有勢的人 全部都是戰後嬰兒潮出生 排隊去入棺材 這班 坐完牢出來 那個世界是他的 大哥 對吧 而這班人 本來那個世界是他的 他現在去坐牢 或者他不是坐牢 都在外面坐大監獄 對吧 那社會的希望在哪裏 那萬一想辦法訓練一班 洗腦洗一班 年青的奴才 年青的奴才 對吧 所以社會出現一個兩極 將來又是一個兩極 又是一個又是撕裂 惡性循環 這個沒得變 所以到最後我們要求 就是到最後 就是希望那個天收他們 但是現在看一下 那個天也是 為什麼你上帝都整個睏 現在是 至三晚就投降了 不是 上帝沒有投降 有 我覺得有 上帝沒有投降 上帝不需要投降 是教會投降 當然是 所以我今天錄了一段 明天做說文介紹 我現在經常要用這些曲筆 因為我做一個節目做 就是上身的 已經要省省省省了27集 說文介紹 我明天說文介紹 意義不義 不可同乎日厄 講的是中凡建交 OK 這個歌林多後書 講得很清楚 其實那段經文原本就是 你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不可以結婚 信主和不信主 不可以同乎一握 那個握其實就是牛上面 用來耕田的扣 你知不知道 扣住 那你兩隻牛去耕田 一個行東 一個行西 那一定不行 意思是這樣 其實保羅也很厲害 舉幾個例子 這個魔鬼 耶穌 基督 所謂 基督 和這個魔鬼可不可以相和呢 沒有可能 凡帝綱做這些事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和他相和 還有個乾弟凡帝綱主教 你看他講什麼 哇 中國沒得受 青年又不吸毒 有國民意識 這些 所以我經常說 我們信耶穌的人是信耶穌 不是信教會 教會是仆街 很多時候 這不是一個例證 喂 你 老實說 大家看看歷史就知道了 是不是 為什麼 就是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政之後 是不是 你 這個 就是梵蒂岡 是不是 是跟他 是斷住關係的 等於是 他殺你多少人 知道嗎 殺你多少人 是不是 大家讀一下歷史就知道了 你就是在歷史上說 中華關係就是指 中國和羅馬天主交交會的關係 對不對 真真正正有一個最好的關係 就是中華民國 現在的台灣 是不是 你就是成日密謀 就要跟共產黨建交 所以陳日君的說法是沒有錯的 就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那這個就是 怎麼跟魔鬼相和 當然是 是不是 其實這件事 我打算用一節來說 真的 有很多事情想說 不過就是時間問題 是不是 所以就是 上帝盒眼睡 我認為這個就是 森林牧師在那裡 上帝盒眼睡 你真是 幾大鑊 真的 你有什麼理由 他的七個主教是非法的 是不是 你給 大哥 那些還有老婆的 有些就是 不排除 有些是包姨姨 你真是大鑊 你真是 是不是 真是好笑 當然中國和尊主教的歷史要數到很遠 過程跟羅馬天主教會的關係 明朝末尼馬教 很複雜的關係 因怨情仇的事件實在太多 就算數到最近的時候 去到滿清雍正的職位就立即禁 又有個時間給你傳教 又有個時間殺你的人 最離譜就是共產黨 歷代 你這班現在在梵蒂岡當政的人 你不知道歷史 沒可能不知道 就算他殺你很多人 你也有繼續傳教 但就不像現在的方式 你要跟他建交 接著你跪 陳日君也在裡面做很久 就不是跪 你現在是跪 大哥 所以我現在對這個教宗非常反感 陳日君很愚蠢 他說教宗不知道 你真是做夢 教宗會不知道 你以為是中國人傳統的 紫罵三官不罵皇帝 對 紫罵三官不罵皇帝 教宗被人蒙蔽 就是這樣 你明明是皇帝被人蒙蔽 他怎會被人蒙蔽 還是他是主意 大哥 他一上任就要千方百計跟中國建交 但陳日君也算是敢說話的 他的訪問是英文叫做 My fight with the Vatican 我與凡帝光的戰鬥 鬥爭也好 什麼都好 這是一個exclusive的interview 這是英國的天主教雜誌 這個都引起很大的震撼 凡帝光立刻薄他 但也沒有用 所以我今天錄了一段 明天看五分鐘而已 異議不異講講聖經 說文解詞 有時講講孟子 有時講講史記 有時講講聖經 有時講講聖經 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徒 有多少這些經文可以用來抽水 其實我用來抽水 是吧 世界現在變成這樣 但我們讀歷史的人 一點都不會出奇 因為過去類似的情況都發生過很多 當年 如何孤式 共產主義 世界如何孤式 然後令到它壯大 大家都有眼見 今時今日就不只是孤式 基本上就是投降 妥協 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就是這樣 國為鬼胎 國為其主 國家利益排第一 他不會理你其他人 梵蒂江眼中 都好像Facebook那樣 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 你那個是教廷 大哥 你怎可以這樣 你現在對整個天主教的傷害很大 有很多信徒會感到憂慮和不安 當然有很多信徒一定很高興 例如林鄭月娥 她都是天主教徒 她就很高興 是吧 但有很多天主教徒是憤慨的 是吧 不過羅馬天主教會也有很多醜聞 歷來 有些人說 形勢被人強 現在共產黨 怎會形勢被人強 他說你後面那個是 整個宇宙的腦頂 怎麼可能形勢被他強 以臭腦頂 以臭腦頂 真是死 所以這個是說不通 你不要說形勢被人強 我記得聖經裡面的說話 如果你贏得全世界 而失去你的靈魂 不是這樣說的 那句 失去自己的靈魂嗎 是吧 贏得全世界 輸了自己 是吧 那是值得嗎 而且那個不是全世界 那只是中國 在1949年 之前中共的解放軍控制南京的時候 當時 那時還沒正式 10月1日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那時國民黨 還有些人還在大陸 佔領了南京之後 南京就是中華民國的首都 那時就對外宣稱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梵蒂江那時沒有承認他的 但是那時的公視 即梵蒂江的公視 仍然留在大陸 那也都未跟台灣的中華民國 建立正式的關係 那當時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留在這個梵蒂江那裡 就是希望就教會 或者教產事務 跟那些代表中座 那時還有很多天主教那些主教裡面 都未知你現在這個共產黨政府 會怎樣 國民黨去了台灣 那時是跟你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 你共產黨被殺到來的時候 所以當時的公視 是沒有離開這個中國的 但是跟著整個形勢就變了 這個麗培理就留不住在那裡 留不住在那裡 就不是他要他自己走 是1951年被共產黨驅逐出境 那才後來跟中華民國 建立這個外交關係 但是這個也都要說 跟著就迫害這些人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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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國共產主義來說 教會 特別是天主教 是這個帝國主義的爪牙 帝國主義透過全教士 去侵略中國 這個是歷來中國共產黨底下的歷史觀 那你在公元2000年那次就是 2000年10月1日 教廷拆封了120個在中國 宣教的聖人 宣導聖人 於是共產黨就認為 這個所謂烈性名單裡 有些全教士 是充當帝國主義 而侵略中國的幫忙 就是你剛才的說法 我幾乎都會背 他一路就是當你屌 你全部都是… 譬如他三治教會 為什麼叫做自治、自養、自存呢 他尾其名就是 我不受… 宗教組織是不能受外國勢力干預 這樣解嗎 就要受我… 受我干預嘛 他叫做自存、自養、自治 就是這樣來的嘛 三治、愛國教會嘛 是不是 那些就是教會 你想想其他的地下教會 是要取代的 這樣嘛 是嗎 自存、自養、自治 那麼那個表面的意思就是 即是宗教組織 不能被這個外國勢力干預 那麼你凡帝國去拆勝 這樣就不是干預他嗎 是 你委任主教就干預他 這樣嘛 那麼現在你就說 行啦 我不干預你 你這些主教 你委任了我 我承認了 我承認了 真的 對的 陳日君說 你基本上是投降 大哥 這個是鬼的 這個是 是嗎 你在討論建交條件裡面 這個基本上 一直以來就是最大爭議 就是這件事 談就談了幾十年了 你明白嗎 你台灣你以為很穩陣嗎 中華民國 一向都不穩陣的 跟梵蒂江的關係 共產黨一直都在做功夫 梵蒂江方面也一直在做功夫 大家永遠就有個爭議 是嗎 現在這個爭議 你不就解決了 你那些非法主教 我承認你 你真是 你忘記了當年 你百幾個殉道的 你拆勝 大哥 那些是 跟著他說 你這 這些是 侵犯中國主權 真是 充當了帝國主義 侵略中國的幫兇 對中國人民 犯下嚴重的罪行 這個就是當時 公元二千年 就不是很久了 十幾年前 那你現在 教廷這些人 這些所謂管理階層 你不知這些歷史嗎 當然知道 大哥 那些年齡 坐底都五十多六十 怎麼不知道 後來大家都談談 那就雙重認可 大家都想辦法解決這個矛盾 就是另一個雙重承認 你明白嗎 你那些我又承認 我那些你又承認 那就雙重承認 搞這些 都聊聊聊天 是嗎 韜雄哥的說法就是 雖然現在是一個鳥籠 但是談談了之後 鳥籠的空間大了 今晨日君就說 從來根本沒有鳥籠 現在你趕我進鳥籠 趕我進去籠籠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在2015或2016年 已經有些主教是雙重認可 你已經看到他日子不遠 檢教的日子 已經突破了這步 但這個大家都落到台 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是最近七個主教 非法主教 這個就真是 我想很多天主教徒接受不到 是嗎 好了 那我們 就 今天是禮拜四 然後是禮拜一 早上 不是 禮拜一的 踩場在哪裏做 這裏做 說得很清楚 我們年初一 年初一 年初二 年初三 就沒有節目的 OK 但是踩場是有的 踩場不是在年初一二三 我看分 年初四 我講一次 剛才我已經投入了 年初四 很簡單 因為年三晚那天是星期四 理論上就是踩場的時間 但是我們已經在維園那邊 所以我們直播在維園那邊的狀況已經可以了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介意 我們今天要看踩場 因為我們會直播我和玉敏在年宵的狀況 是否做節目也可能到期才算 所以做節目的意思是會不會拿著咪說話 說話當然 說話當然 但是到了星期一歸日 那是初四 剛剛遇見 又是竹蚊踩場的時間 就在這裏做 在這裏做 你上哪裏做 初四 年初四在這裏做 年初四我們沒有假放 我們寫字樓就有假放 你幾乎說過年初四是維園做千萬不要打 年初四放假的 初一初二初三 初四都是公眾假期 我們行政單位是放假的 誰來不去上班 最痛苦的控制員要回來 我們做節目 這樣而已 所以初四我們和大家見面 很簡單 控制員回來做節目 我們要先開封禮時 其他人都不記得 好 節目時間到 拜拜